美股周一收高 银行与科技股领长 美国国会在11月大选之前 仍有可能通过新一轮的冠状病毒刺激计划提振了股市 市场预计 新一轮的抗疫纾困刺激措施 将未遭受打击最为严重的个人和企业提供支持 此外 中国官方报告 8月工业利润猛增了19.1% 为连续第四个月增长 显示这个最早遭受冠状病毒疫情打击的经济体持续的复苏 也提振了投资者对于全球经济的信心 周二晚将举行首场总统大选辩论 由于预计拜登将推动更高的税收和更多的监管 因此市场认为特朗普若当选将会对股市和经济更为有利 由于华尔街最不喜欢不确定性 因此专家预计 只要是周二出现了某一方明显占上风 在11月获证的可能性大增 那么股市都有可能出现积极的信号 因此这场辩论很有可能成为 10月份美股走势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